宋慧乔通过摩托大赛出道,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,叫做《旋风夫产科》,2000年宋慧乔出演了《蓝色生死恋》,获得了KBS的最上镜头奖和人气奖。 宋慧乔有了名气后,开始尝试转型,2004年出演了《浪漫满屋》,一度风靡全国,结束这部电视剧后,宋慧乔开始转出电影方面的发展,先后出演了《我和我的女友》,华真一,一代宗师,直到再次主演那年冬天,风在吹,太阳的后裔,人气高涨,被社网友关注,宋慧乔事业发展很好,艺品更好。 时尚又好看,许多网友争相模仿,宋慧乔尝了一张小巧的脸,配上好看的波波头发型,不仅简令,还十分好看,宋慧乔穿件白裙亮相,皮肤居然比裙子还要一白,这才是真女神,简简单单,却能穿出不一样来。 宋慧乔穿件白裙亮相,裙子衬衫样式设计,上半身却做了镂空设计,下半身用好看的纹样来点缀,趁着宋慧乔多了几分精致,不过宋慧乔的皮肤居然比裙子还要白,这么透亮,又嫩的肌肤,真是没水了。 宋慧乔,衣品很好,穿件白裙用橙色细腰带来收紧腰身,巧用镂空小花和纹样来点缀,多了几分精致,衬出好气质,白嫩的肌肤一览无余,这才是真女神,人美气质好,怎么看都养颜,宋慧乔这件白裙很好看,裙子用包纱做成泡泡袖,还用盒叶颜做袖口,多了几分少女心,十分简令, 却,此样是简单,刘畅的裁剪称的宋慧乔多了几分大气,又压又时尚,宋慧乔顶着一个拨拨头发型,十分简令,身穿白色连衣裙,优雅大方,低胎的领口秀出迷人的事业线,刘畅的裁剪设计称出宋慧乔的好身材,简简单单,却女神反而十足,最爱的脸则真名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特别人络色连续尔